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阐述过去 现在和未来艺术空间的发展轨迹 如第十二章到十六章既是单独的章节 又上下关联一个群体 他们相互影响构成一系列艺术运动的兴起 显泽这些作为内容的原则是为了阅读者 着眼于特定文化环境及其相关意义 尤其是他们能够体现艺术与哲学 宗教 科学 肃立及多媒体结合所体现的意义 比如依仗后出现的达达主义 他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根基在于随机性和偶然性 在形式上达达主义者效仿了立体主义的切割和粘贴技术 达破了以往纯抽象的几何空间 形成蒙太极的拼贴空间 呈现出有趣的重叠或悖论 因为他们试图跨越江死的现实视觉 文学和声音媒体 以机智幽默和反讽的意味 拥抱这个世界 比如形而上画派 以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都受其影响 也体现了他们对精神分析学中 关于直觉 幻觉和潜意识的运用 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神秘怪异的气氛 营造出种种悖论的空间 或时空穿梭的意造空间 随着超现实主义的没落 抽象表现主义以个体的存在空间贯穿 以存在主义与符号学兴起 结构主义相对于结构主义的出现 支撑着波普艺术的发生 马塞尔度上发现了现成品 彻底改写20世纪艺术的一切景观 后现代艺术打破现代艺术 诸多流派的纯粹性和完整性 以现成的物体为主体的装置艺术 艺术盛进身体 动作 事件和情境中的行为艺术 偶发艺术 把艺术融入自然的大地艺术等 后现代艺术形式的出现 更是各种观念艺术的新奇 从现象学开始对符号学和解构分析 艺术主题和表现形式趋于多元 艺术家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 消解和颠覆现代艺术固有的观念 在空间概念中也趋于形式的多元 由突破空间的理念而日真极限 由二维空间 趋向三维 甚至于多维空间 最终的逻辑思维是 彻底放弃空间而达以虚无 内在的虚无及心理空间 需要靠非空间的观念 语言的描述 后现代艺术越来越轻 与对空间的构成构造空间 非空间 时间和空间 以及时间概念的多种阐述 本书最后的五章 旨在探讨一个独立的议题 通过关键的主题 探讨当代艺术的空间实践 每个章节都包含主题的介绍 历史的观念和影响的回顾 并通过发生和发展的纪索 对艺术家和作品进行各个层面的联系 和相续分析 在各个相关主题中 呈现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意义 以及各种话语之间思想论增 第十七章 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分析空间的演变过程 在舍弃二维平面转入三维立的异形空间 介于绘画与雕塑之间的浮雕空间 以及既有机械运动 手动和自然运动状态的动态雕塑 最重要的是当下观念艺术家 大量的运用电子计算 电脑合成和人工智能技术 以及雕塑家对新材料型技术的使用 使动态雕塑在整个环境中 呈现一种沉浸式的互动状态 在流动的旋展过程中 有力地体现出时间的间隔和多维度的空间表现力 通过第十八章考证社会空间 公共空间及场所之间的艺术上的实践例证 我进一步在第十九章中 涉猎家工作室和个人私密空间 一系列被揭秘活动叙述和符合化的地方 无形中把个人的空间地点跟时间结合起来 使他们成为一种想象的区域连接 在当下我们无法回避世界环境和人造景观 对人类造成的影响 第二十章从绘画装置摄影以及影像等艺术形式中 详细论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来 承载着众多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 国家的兴衰和个人身份的认同感 并展示出当下世界经济发展下 人类对自然环境与日俱增的侵占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空间 日益的商品化和人工化 众多的艺术家对生态环境 人文环境及生存环境提出质疑 批判和反思成了当下艺术的系列问题 本书的基本结构采取的是一种跨学科方法 以速理、逻辑和科学的方式 分析时间和空间在其艺术领域所呈现的方式和方法 如第21章游轮体现艺术以天文学、宗教、速理学 及媒体结合所体现的空间意义 尤其是通过大范围 媒体网络的传播 加速了另一个世界的诞生 就是各个媒体空间 可存在于任何的实体空间之中 多种媒体空间相互依存 构成了彼此渗透、相互贯通 真实与细腻的宇宙空间或非现实的空间想象 既然人类对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宇宙大小 是否无限和无界无法定论 也没有了确定性 就无关人们以何种方式 对这样无疆界的空间感知和想象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穿梭于无限的空间 在虚拟沉浸式的环境中 不断地探索和编织网络的虚拟空间 创造出独特视觉 构建了一个个地球不存在的空间 随着20世纪高科技的推进 对这种无界空间的创造性探索 无疑将会延续下去 文长风 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